据美国新闻周刊10月31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说 在国际社会现在对乌克兰和中东战争 是越来越厌倦之地厌战大家 他面临一场很艰苦的战斗 就是保持外界对打击俄军的支持 即是他作为一个总统或一个营业员 他要保持着其他国家对于战斗的兴趣 这样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军队 扎连斯基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的时候 他说最可怕的是 这个是扎连斯基说 他说世界上有一部分人 已经对乌克兰战争感到麻木了 文章是援引了扎连斯基核心团队里面 有几位成员的说话 描述了他们的沮丧之情 沮丧的原因是包括第一 第一 乌军现在是反攻缺乏进展 第二 是没有能力压制乌克兰的内部腐败 第三 就是扎连斯基在坚信基辅 即是或者是乌克兰 最终会获胜这个问题上 变得越来越孤立 即是没有什么人相信 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 最后基辅会战胜 时代周刊也援引了该团队有一位成员 他说扎连斯基觉得自己是被西方的盟友背叛 根据德国青年世界报在11月1日的报导 他就画龙点睛讲到 如果一个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高级官员 在背后议论自己国家元首和现实脱节 这个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很少见的 如果这些高级官员是对一间美国的媒体 说这些东西也是前所未见的 这样就令到别人猜测 乌克兰的内部可能是进行一场博弈 有斗争 而全球性的媒体 比如说《时代周刊》那样 向本国领导人施压 通常是一个最后的手段 这个就是德国青年世界报的看法 根据《时代周刊》10月31日的报导 扎连斯基可能会选择找一名部长和将军 作为他的代罪羔羊 而且会炒了他们 乌克兰的媒体一直都在报导 在乌克兰军队未来战略分歧的原因和趋势 一直都有报导 乌军里面是没有统一的对于战略 据说 乌军现在的总司令扎劳日内 是没有办法成功地说服扎连斯基 停止在乌克兰南部的进攻 而且转回去防御 这是现在乌军总司令的看法 但是扎连斯基的看法不是 他要继续进攻 报导说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 扎连斯基就将争取西方的关注 变成了他自己核心的主战场 他的战场除了真的在打之外 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战场 甚至是主战场 就是要推出西方世界的关注和支持 扎连斯基就凭着他过往做演员 他的演技和手段 尽他的所能领导这场战斗 他常常穿着橄榄的军装 他的样子好像不够睡觉 而且不断地说相同的说话 什么相同的说话呢 就是说话的内容 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 就是乌克兰现在保护了全世界 免受俄罗斯的威胁 所以应该得到全力的支持 但是这种说法 这一招好像不再奏效 在今年9月 扎连斯基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不得意识到 乌克兰原来已经不再是 美国最重要的议题了 扎连斯基甚至没有办法 在国会参众两院 发表讲话的机会也没有 也未能参加在右翼的 福克斯新闻报道 著名的访谈节目也上不了 而这一切发生 开始被人忽略 是发生在什么呢 是发生在中东战争 将注意力吸走之前 即是在12、7日之前 他已经开始失去了 美国政界的焦点吸引力 如果现在再加上 中东再爆发巴尔冲突 当然注意力更加是离开乌克兰 后来美国计划 向乌克兰本来送一批 武器和弹药 送给以色列 在基附当局里面 某一些在乌克兰里面的某一些势力 就对时代周刊 发表的议论 就这么说 他说这个可能正正就是 但是使徒就为扎连斯基提供一条 保存顏面的出路 就是在乌克兰呢 在国内的舞台上面 现在他遭受西方出资者 他的金主 私家的压力要他妥协 就好过呢 是自己 扎连斯基向俄罗斯屈服 就这样呢 反而更加光彩 这意思呢 现在是西方出卖了他 令到他不再支持他 所以他就跟俄罗斯谈 就不是他自己 乌克兰自己屈服 那这条路呢 反而是更加之好 好 那我就说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呢 就是讲到日本的 10月25号呢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就发生了放射性肺液浅射事件 那这件事呢 又再引起呢 广泛的关注 那实际呢 浅射的放射性肺液量呢 原来公布出来呢 是比最初公布的100毫升呢 是高出了几十倍的 是达到几升那么多的 就是呢 事件呢 是比预期是差 也都比他的报道呢 是严重很多 但是呢 又有虚报的程度 这样呢 是再次表明呢 东京电力这间公司呢 长期存在 一些内务管理 很混乱无序的问题 而且呢 他是对公众呢 隐瞒和欺骗 一种这样的习惯呢 是继续呢 是存在的 就是报出来后来 找到那个 污染的严重程度呢 是比开头说 是严重了几十倍的 福岛核事故呢 已经发生了十二年以来 东电善后处理的方法 以及如何去补救这件事呢 是漏洞百出 迟报呢 漏洞呢 隐瞒事件呢 这些事呢 是不断地发生的 那对于呢 因为核事故意 生了严重疾病 或者癌症的日本民众呢 东电是始终呢 是推射责任 是不肯负责的 从这个核污水排海 核污水呢 到福岛第一核电站拆除 按照呢 就是现在开始排海 跟着呢 就是最终呢 它会拆除福岛第一核电站 会拆除去的 那按照日本政府 和东京电力的说法呢 这个整个process呢 将会维持几十年那么长时间 那而一直以来呢 福岛核事故 线后工作呢 一直都很乱 没有秩序 令到日本民众呢 对福岛事故呢 今后几十年的处理呢 是充满了担忧 就是不断地有时出 还要搞几十年 那才搞完 那就是怎么睡着觉呢 那有一名呢 核事故之后呢 曾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 进行施工的工人呢 日前是接受了中国 中央电视台的访问的 一位呢 就是出了事之后呢 那接着他去抢救的一名呢 工人呢 近来呢 是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那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和不愿透露身份的受访者呢 他就说呢 当年因为长时间暴露了 在福射的环境之下呢 而是患了白血病的 那他这么说 他说给记者听呢 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 那他在媒体上看到福岛当地的受灾情况呢 那他就决定去福岛进行支援的 在2011年的10月 那他和几名工人 首先呢 就去了福岛第二核电站进行施工作业 先去第二核电站 那做了一年之后 那他们就前往福岛的第一核电站就做事了 即是2012年10月 即是2012年的尾 那他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了 大概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那他逐渐发现 现场的辐射防护工作 是存在很多令他怀疑的地方 就是做了一年半之后 他开始发觉有点不妥的 他除了防护服务不足够之外 当时在施工现场佩戴的 个人辐射的测量仪的质量 亦是参与不齐的 即是保护他们的测量仪的程度 测量的仪器是有问题的 那因为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 人数是很多 原本准备的测量仪的数量是不够的 那当时东京电力 当然是从其他核电站 是调配了一批测量仪器过来 但是因为这些设备是很老旧的 而且一些测量的仪器的功能是出现了缺失 他说当时他自己亲身说 就说和他一起做事的人 那他测到他自己的辐射测量仪 就显示他自己的辐射量是0.3 但是他旁边一起做事的人 做完之后发现那个辐射就是0 是0.00的测量 那很明显他认为 辐射测量的仪器是坏了的 那在2013年的年底 大概他做了大概两年 他的身体 这位人士的身体就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他经常发烧 咳嗽这些职座 那去到2014年的1月 两年多 他就被确诊得到白血病 那总在2015年 但是他一年之后 他是得到日本政府工商的认定 政府给他工商认定 但是时至到今天 他仍然是得不到冬电的相关的赔偿 哇大哥 2015年到现在 现在23年 都没得到赔偿 那他说呢 在日本的核能相关的赔偿的法律里面 就是有日本政府和相关的电力公司 那这一次就是东京电力 就应当进行相应赔偿的制度 但是东电现在就说 他说呢 你现在虽然得了白血病 但是就算你得到日本政府得到工商的认定 但是他认为因为这个病 是你自己本身的原因 他说不是因为辐射的 是你自己的原因 所以是不会进行赔偿的 那一年之后 2016年 这位受访者就告上法庭 将东电 要求是东电承担相关的责任 和改善核电站的工作环境 但是那么多年过去 2016年到现在是2023年了 他仍然在等候审判的结果 没有结果的 那么很多日本民众 都希望日本政府和东电等等 这方面能够要牢记 福祷核事故的惨痛教训 记住 一定要做好些 有史出了 改变不了 但是要记住教训 吸收经验 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妥善 进行善后的处理 出了事之后 要如何负责任去搞定它 可惜 福祷核事故发生之后 日本政府和东电 一再出现问题 处理一再出现问题 一再有脱漏 一再隐瞒 在10月25日再发生的 放射性的废型浅射事件 令到东京电力的管理能力 以及以后如何去处理核污染水的 所谓的安全性 再一次受到日本民众 甚至世界的质疑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语人金融hi-tea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